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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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为自己努力回神徒 读经 呼求神 这些事情就会恢复 我觉得自己努力地来承导 读经呼求神 这些事情就可以解决 还差两个月 我们结婚28年 还有两个月我们就结婚28年了 在这段婚姻里面 我觉得自己有很多的伤害 我觉得在这段婚姻里面 我自己有很多的伤害 但是总而是这样 我都用很多的方法 企图去解决 纵使是这样 我还企图用各种方式来解决 我甚至做出很多的迁就 我也做出了很多的迁就 在结婚很早期的时候 我已经放弃了 我当时是相当好的事业 我在结婚初期的时候 我就放弃了当时相当好的事业 后来我甚至做过全职妈妈 我后来就当了全职妈妈 但是我离开了职场 但是我的工作就变成回家里面 有很多的事要做 那我虽然离开职场 但我回到家里面就有很多事情要做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我都要负责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我都要负责 但可惜到要做决定的时候 大部分我都要得到我先生的同意 但可惜到了要做决定的时候 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经过我先生来决定 但是每一个申请 我都要用很费力去令到他同意我 每一个申请 我都要很用力地让他来同意我 过程他会嫌我说话长 沉气 不够精简 过程里面他就觉得我讲话太多 太长 然后不够精简 久而久之我就不想跟他说话 久而久之我就不想要跟他说话 之后我就变得更加的压抑 之后我就更加的压抑 来到611之后 我的组长有很努力地帮我们解决问题 问题就是改了一阵 很快就反弹 问题就是改了一阵子 但很快就反弹回到最初 所以这次分房的初期 我索性就不跟我的组长说 免得麻烦他们 所以这次分房的初期 我索性就不跟他们说了 免得麻烦 但我心里面其实有期待 我很期待我先生他自己自我反省 但我心里面其实有期待 我期待我先生他可以自己反省 但可惜几个月里 他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可惜几个月以来 他真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自我松心生活了太久 我自己松身的这样生活太久了 所以我对周围的环境 就是不懂得反应 所以我对周围的环境是不懂得反应的 在上个月 因为我们需要处理一种 物业交易的糾纷 那上个月我们因为要处理一个 物业交易的纠纷 我跟太太有不同的看法 跟太太有不同的看法 最后我都是顾着自己的感受 而做了个决定 所以我最后还是顾着自己的感觉 做了决定 令太太很伤心 这个令太太非常的伤心 祖爸、Moses和祖妈、Seline 是介入跟我们谈 祖爸、祖妈、Moses、Seline 他们就介入然后来跟我们谈 但我都是不断解释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 但我仍然不断地解释 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 后来搞到祖妈、Seline 爆哭 后来就让我们的祖妈、Seline 她就大哭 我才看到原来我真的很有问题 我才看见原来我真的很有问题 这件事当然就令我很绝望 很不开心 这件事情当然令我很绝望 也很不开心 但那时候刚刚的妈妈 她就快60岁生日 那个时候刚好她就快60岁生日 我就觉得 是好是臭都好像神感到 我都要跟她庆祝生日 那我觉得神就是感动我 怎么样都要帮她庆祝生日 那我就盼着死就死吧 怎么都跟她庆祝完 才送她走 让她好过一点 我就想说死就死吧 怎么样都先帮她庆祝 之后再离开 这样让她好过一点 但是又很奇妙 因为她60岁嘛 那神就感动我 送了六份礼物给她 那因为刚好她60岁 神就感动我 送了六份礼物给她 那我还在家 就放在不同的地方 让她去尋补 那我就把礼物 放在家里不同的地方 让她来寻宝 那她找到每一份礼物 都会有一份祝福的说话 那她找到每一份礼物 都有一句祝福的话 那我 我有个女儿的嘛 所以一家三口那晚 就玩得很开心 那我有个女儿 那那天晚上 我们一家三口就玩得很开心 我真的很感动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我这样对我太太 我这样对我的太太 我们关系这么恶劣 我们关系这么恶劣 但是她仍然这么用心 跟我庆祝生日 但她依然这么用心地 为我庆祝生日 我在那一刻感到 得妻如此死亦无憾 我在当时就感觉 得妻如此死而无憾 那时候我才发觉 我这么多年来 错过了这件事 我当时才发现 这么多年来 我错过了些什么 那我就觉得 我已经自己明白 自己的问题了 那我就觉得 我已经明白自己的问题了 我可以和太太 慢慢恢复回这个关系 我可以慢慢地 跟太太恢复关系 那怎么知道在这个时候 就收到外组长的通知 那怎么知道 在这个时候 收到组长的通知 就说 我建设和灭灭牧师 是精致我们进入夫妻营 就讲说健身灭灭牧师 真招我们入夫妻营 我不想去 我不想去 因为我怕挂回 28年来那些窗疤出来 反而就会影响了 我们现在这个美好的世界 我怕把28年来的这些窗疤 都揭开了之后 就影响我们现在美好的关系 但在夫妻营里面 在那个互相互动沟通的环节那里 但在夫妻营里面 这个互相沟通的环节里面 我发觉原来我都是不明白太太 我发现我仍然不明白太太 我没有办法进入她的感觉 讲得出她的一种感受 我没有办法进入她的感觉 也讲不出她的感受 要见性牧师 一句一句是教我讲 要建身牧师一句一句教我怎么说 我身边的人都哭了 我身边的人已经在哭了 见性牧师开始讲的时候 连她都哭了 见性牧师开始讲的时候 连她都哭了 但是我都没有感觉 但我都还没有感觉 我心想今次死定 我想说这次死定了 因为连见性牧师都哭 但我都哭不出 连见性牧师都哭 但是我哭不出来 后来我一句一句 真的这样跟她讲的时候 那些感觉才翻回来 后来我一句一句跟她讲的时候 那些感觉才开始起来 在第二天有一个机会 在第二天有一个机会 太太跟我说回 这么多年来 她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太太 太太跟我说 这么多年来 她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太太 她只是觉得自己是我的伙计 她只觉得自己是我的伙计 这个伙计的职责 还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伙计的职责 是越来越大 要打理家里 要兼职司机 要当司机 要全职妈妈 要当全职妈妈 要帮我应酬接待朋友 要帮我应酬接待朋友 要管理财务 要管理财务 但是这些越来越多的工作 没有令我更加痛惜她 但这些越来越多的工作 没有让我更加的爱惜她 她觉得我这个老板 甚至连请她出去吃饭 年纪饭 感谢葬都没有 她觉得我这个老板 都没有请她出去吃饭 也没有年纪饭 然后也没有个感谢状 我听完之后很惭愧 我听了之后觉得很惭愧 我终于明白太太那种孤单 无奈和痛苦 我真的明白太太那种孤单 无奈和痛苦 我跟她说 我愿意用一生来补偿 我跟她说 我愿意用一生来补偿 我甚至跟她说 我想说如果她想我不做事 去全时间陪她 只要她出声 这个权是交给她的 我跟她说 甚至她想要我不工作来陪伴她 这个权利我都交给她 谁知她根本都不想要这个决定权 怎么知道她完全不想要这个决定权 反而她说给了压力她 反而她觉得这样子给她更多压力 后来健身牧师就教我 你给她一些贴地的承诺 你要给她一些实际的承诺 例如她说没有年纪饭 譬如她说没有年纪饭 那你就每个礼拜跟她吃饭 那就每个礼拜都跟她吃饭 买衣服不要再为了应酬 买一些她喜欢穿的衣服 买的衣服不要只是为了应酬 而是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衣服 在那一刻我很幸福 其实是有很多牧者在我身边提点我 帮助我 当下我真的很庆幸 我身边有很多牧者这样子提醒我帮助我 我想说就是当神一出手的时候 我想说当神一出手 不够短短一个月 不用短短一个月 我的生命大反转 我的生命就大反转 我对生活有那种味觉在那里 我对生活重新有了味觉 我婚姻再次复活 我婚姻再次的复活 刚才说了这么多好像我一个扶主 刚才讲了这么多好像一个苦主 但其实今次虽然被征召入这个夫妻营 虽然这一次被征召进入夫妻营 我都是很辛苦的觉得因为要说自己不开心的东西 我仍然觉得很辛苦因为要讲自己不开心的事 但是到头来我都是觉得我学到很多东西 但是从头来看的话我觉得我学到很多 这个是无论我以前的工作或者我生活形态 无论我以前的工作还有生活的形态 我都是一个帮助人的角色 我都是一个帮助人的角色 帮人排难解分 帮人家排难解分 我其实不是很懂得找人帮助 我不太懂得去找人来帮助 我甚至很牵就我先生 甚至我很牵就我的先生 其实在无形之中我都纵容了他 其实无形之中我都纵容了他 我自己就变成一个过分承担的人 我自己就却成了一个过分承担的人 我不懂得去说不 但到头来我其实苦待了我自己 其实到头来我也是苦待了自己 但我们都对身边的人是没有益处 我对身边的人其实也没有益处 但这次神很奇妙 因为我一个不懂得找人帮助的人 但这次神很奇妙 我是一个不懂得找人帮助的人 但神就派了身边很多很多我们的门徒 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 但神就派了我们身边很多的门徒来帮助我们 当然就有我们的权兵 就是Moses Selene 见性妙妙牧师 他们很用心地帮我们 但有权兵 就是Moses Selene 还有健身妙妙牧师 他们这些权兵来帮助我们 甚至夫妻营的导师就算不是我们的祖的 他们都用很关心的眼神看着我们 甚至夫妻营的导师 他们不是我们这一组的 他们都用很关心的眼神来看我们 当然就有里面的祖缘 当然还有当时一起的祖缘 他们给我们很多鼓励的说话 他们给我们很多鼓励的话 甚至他们的眼泪是我很感动的 甚至他们的眼泪都让我很感动 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 因为多谢 但我很深深地多谢大家 时间关系没有办法 一一的谢谢 但我真的向你们小沙深深地感谢 我更加要多谢我神 因为我神知道我 我不是很想说很多具体的故事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神 祂真的很认识我 我虽然不想讲这么多具体的故事 因为我神被人说我长气 所以我不想说那么多 因为我常常被人讲说我的话很多 但神总是用每一个环节 祂要让我体见 但神总是用每一个环节让我看见 神永远都想我们去得着 神为我们预备婚姻里面最好的东西 神永远都想我们得着神在婚姻里面预备的美好 所以多谢天父 我要一起荣耀众赞归给神 所以谢谢天父愿一切荣耀送赞都归给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